观众们 最近有非常多小茶家他们说想自己尝试动手制作一下早餐 其实早餐那种东西怎么说 其实我自己平时也是不怎么吃早餐的 其实我相信大家应该也经常在信我呢 或者是网上都有看到就是不吃早餐对身体的危害 但是道理大家都懂 为什么大家都不吃呢 其实我总结了一下 就是因为大家都是一条懒狗 看什么看 说你呢 所以呢 我觉得吃早餐这种东西他还是要养成一种习惯 就是你有吃早餐这种习惯以后你就每天都会吃早餐 这样就会养成一种那种比较健康的做期规律 但是要如何就解决这种早餐问题呢 就大家平时吃早餐肯定一早上起来他也是不太想动了 就会想做的比较简单一点的早餐 那么吐司面包就是一种非常好的选择 但是如果我们单吃吐司面包的话其实是会比较单调 而且并不是特别好吃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的主题就要用这两款吐司来教大家制作一下 美味健康又好吃又快捷 又符合你们这些懒狗的 对不起 如果我刚才出源不幸有对你们感到一点冒犯的话 那我真的有点荣幸呢 好 首先我们制作第一款 盐烧乳酪吐司面包 那么盐烧乳那顾名思义就是它上面有一层那种像芝士一样的 像蛋塔皮上面的叶那种状态 就是看着就很有食欲的那种芳包 准备淡奶油 黄油 炼乳 芝士片 白糖 结果加入淡奶油 我加了三分之一也就差不多三百克 这淡奶油打开的话就竟然快点用完 因为开封以后它就只有三日的保质期 所以如果你们一次性做的不多的话 我就建议你们买那种小盒的就可以了 加入一百克黄油 开小火煮给这黄油组织完全融化 黄油融化以后我们加入白糖 四片芝士片 炼乳 继续用小火给这些食材全部融化 大概只需要一分钟左右 现在融化到这酱几乎是已经没有颗粒了 就已经算是ok了 把我们做的这个盐烧乳酪酱倒出来 均匀的铺上我们的这个芳包 建议大家买原味的 我这买的是红豆味的 因为我没买到原味的 在我们的芳包顶上抹上一层这个盐烧乳酪酱 涂抹好吐司我们烤箱200度预热 上火给它烤 四分钟就可以了 记住我只开上火 这样子一份简单的盐烧乳酪吐司就已经算是制作完成了 看一下这个吐司 试开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就在顶上嚼嚼像蛋塔叶一样 喵 喵 这上面就是那种奶香啊 芝士味啊 那种黄油那种香味 特别浓 就会有个非常普通的吐司 增加了很多风采 而且我们烤箱是直烤上层 所以它底下还是保持的松软 上层它是有一点胶边脆脆的 这款土司是我目前来说是比较推荐的一款做法 因为我觉得它的味道结合都非常棒 但我相信你们肯定会觉得这还是比较麻烦的 因为像在淡奶油啊黄油啊这些一般人家里 其实是不会常备这种东西 但如果你们家有备的话这个做法你们是可以试一下 太香了 好现在我们来教第二种做法 因为我知道第一个这材料可能大部分人家里都没有 而且大部分人家里可能也没有烤箱 所以第二款在教你们一个不需要这些东西的 两片方包 面包四边我们给它切掉 两颗鸡蛋 一点点盐巴 黑胡椒 给鸡蛋搅散 放一边 起锅 热锅烧油 一点点 刚刚切的图是我们沾上鸡蛋液 小火煎 大约煎30秒后给它翻一面 把我们剩下的鸡蛋液倒进去 现在我们继续给它煎差不多一分钟左右 把底部的鸡蛋煎成一个像饼一样的那种形状 现在这底部鸡蛋已经成型了以后 我们顶上放上一片姿势 当然这是看个人喜好 你们不喜欢吃姿势就不用嚼 现在敲重点 和我们给它关小点 用我们的筷子加上我们的无情贴手 给这鸡蛋翻一翻 呜呜 哇哈哈 鸡啊 这片面包我们给它盖上来 现在捆好面包我们要倒出来 中间给它来上一刀 这样子我们一份简单的姿势三明治也已经做好了 看一下这里面的流星姿势 这款鸡蛋看起来比较单单单吃起来 它味道也是不差 因为它这鸡蛋已经被煎得焦焦脆脆的 里面还有那滋滋的味道 嗯很棒 如果你们有条件还可以加一点什么火腿粒啊 或者是什么培根啊 都可以的 真的看咸宝宝做菜也就腿了 真要学做菜 还得看蛋黄派 然后我们刚刚有做剩下的这些面包鞭 千万不要留 这个面包鞭有一个特别好吃的做法 如果你们加入烤箱 给它放进烤箱200度烤5分钟 给它烤脆 沾上白糖吃 如果没有烤箱的话就像我一样 锅里面不用放油 直接给它煎至酥脆 撒上白糖蘸着吃 煎脆的这面包直接沾上这个糖粉 好吧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吃过 但这样吃真的超级好吃 你们也可以直接把那糖粉撒在这面包上 嗯 那么今天这两种土舌的做法 不知道大家学会了没有呢 其实我觉得这两种做法 已经可以算是非常简单了 如果这两种做法你们都还嫌麻烦的话 呀谁啊 但是不管怎么样 大家今天看我这两道菜是学会了还是没学会 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把吃早餐这习惯给养下来 就其实我发现有很多东西 其实我们人都是在用一种懒惰的形式去面对 不管我们是去上班还是上学 还是走入社会 我们一旦走的时间多了 我们都会形成一种惰性 一种懒惰的那种形式 就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习惯 但是就像我们常说 道理我们都懂 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去做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成为自己理想中的人 自己想要的人 你可以的 那么忙碌两小时的派师傅要开始浇杯奶茶喝了 总结一下 今天制着这个两款吐司早餐 非常简单的做法 我真的还推荐大家自己尝试动手制作一下 因为它真的难度非常低 我觉得也很适合那种给厨房小白 OK那么今天视频差不多就已经结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我们下回见 拜拜